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正道 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继续福音在希腊的战场 那么保罗在以赋所的工作是在三次的步道旅行中是停留最久的一个地方 他也曾经回忆起在这里的工作是好像在跟野兽在战斗 那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 那十三节 上次我们就是讲到这里 那些赶鬼的人结果被鬼赶 赶鬼的人结果被鬼赴上身 那谁在赶鬼呢 这里说是犹太祭司长的七个儿子 那他们是怎样赶鬼呢 十三节说 他们到处游行念符咒 好像拜偶像那种念咒 赶鬼啊 那么他看到保罗有神童在 就像十二节说的 行了许多非常奇妙的神迹 他们也发现到有一个秘诀 当保罗行神迹的时候 一定是奉主耶稣圣名的 他们就发现到这个名字很好用 太好用了 太有力量了 所以十三节说 所以十三节说 他们擅自自己来 擅自称耶稣的名 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来赶鬼 他们不是信耶稣的人 但是他们觉得主耶稣这个名太好用了 拿来用一用 我们传道也在这里解释过 讲过一些见证 结果那个恶鬼 恶鬼就责备他们说 你们是谁啊 那个在 那个十五节 那个鬼说 耶稣我认识啊 保罗我也知道啊 你是谁啊 我就跳到他的身上 附在他身上 他们把主耶稣当作那些外邦鬼神 其中的一个鬼神来用 来赶鬼 这个是涉渡神的 这是很大的罪恶来的 所以有一个弟兄 他跟传道讲过 他的体验 不是他不能够赶鬼 每个信徒都有力量赶鬼 有权品赶鬼 只是他的那种心态不对 那是传道不在长子 所有的圣职员都不在 他来做大哥 他好像带领做大哥来赶鬼这样 结果魔鬼知道 他的心态不对 魔鬼就问他 你是谁啊 问他 我就要跳到他的身上去 魔鬼要进来 整个人啊 都是冷的 非常冷啊 他知道 这个魔鬼要附身 他知道 赶快叫耶稣救他 同族都明赶鬼 主耶稣救我 这是他跟我讲的一个体验 就是这里的情形 魔鬼说 耶稣我认识 保罗我也知道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啊 我们凭主耶稣的名啊 凭主耶稣圣灵的权柄 但那是谦卑的 那个是靠主耶稣的 不是自己好像很了不起 自己好像很厉害 自己好像更厉害过传道 不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去十七节 防住在以护所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斯蒂尼 全部人都知道这个事情 大家都害怕 特别是害怕 主耶稣的名啊 因为他们现在才知道 耶稣民不是可以乱用的 乱讲的 随便乱叫的 不是呀 那从此 主耶稣的名就被尊大了 被大家尊重了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十八节 十八节说 那些已经信的人 已经信从主耶稣的人 都有来承认 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那十九节说 平述行邪术的 也有许多人来把他们的书 堆积在众人面前来混烧 那些行邪术的书 然后他们计算 这些书的价值 这些行邪术的东西 这些符咒 全部加起来的价钱 有五万块 当时的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 是当时一千九百多年前的 五万块 你拼好来 20节 主的道就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然后结论就说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是什么 是怎样呢 我要讲的 本来这件事情 本来魔鬼要接触 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来困乱神的道理 因为这几个人 这样奉主的名 赶鬼 行邪术的嘛 他们也可以奉主的名 赶鬼 那变成主耶稣 跟那些行邪术的 没有分别 都参在一起 这个是谋鬼的 让大家都以为 这样行邪术的人 也可以靠耶稣的名 耶稣也可以跟那些 行邪术的人合作的 这变成没有分别 没有圣洁 结果反而 魔鬼这样做 反而亏本 失败 我们中国人说的 偷鸡不成 反射一把米 你要偷鸡 不是拿一些语气 去骗他吗 结果米就用完了 被鸡刺了 就捉不到鸡 大亏本 因为主耶稣的道 反而大大兴旺 而且得胜 请注意 主耶稣的道 主耶稣教会得胜 有两种得胜 请注意 请注意18节 那些已经信从 主耶稣的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信了 已经收习了的 多有人来承认 述说 自己所行所做的事 信了主耶稣过后 所行所做的事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信了主耶稣过后 来承认什么 来讲什么 来承认自己 曾经做过的事 新的主耶稣还在做的事 直接地讲 就是 这时候 出来公开承认 我虽然信了主耶稣 但是 我还保留着 平时的那些符咒 那些 保平安的那些符咒 我还留着 因为 以护所 卖了整个社会 都靠偶像 靠假神 靠行邪 来发达 做生意的很多 很多人去买这些符咒 来保平安的 所以当时的 以护所成的人 几乎每个人 每个家庭 都有带着这种 以护所的咒纹 叫做 以护所的咒纹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符咒 来保平安的 毕竟信主的很多人 现在才来承认说 我有啊 我有这些 我还熟作呀 如果没有行这个神迹 他们都还不敢 不会出来承认这件事 这种情形 就好像我们 父婴刚刚传给 我们的阿公阿嬷的时候 我们的公公婆婆的时候 他们是老一辈 是很迷信的 特别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他们虽然信主受洗过 还有留着很多人 我们中国人的迷信观念 一些迷信的东西 都还收作的 知道吗 当然这是不对的 当然有一些 也不是邪术的事 但是就是有迷信的存在 但是我在资料 在从资料上看到18节 这里说 他们所承认的 说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很多人 还存留那些 以护所的咒纹 还留着 所以到19节的时候 大家拿出来一起烧 那第二个 这个是在主内里面的得胜 主里面的得胜 那第二种得胜是什么呢 第二种得胜就是 平树行邪树的 就是还没有真正信主 还没有受洗的 都是在行邪术的人 也有许多人 把书拿来 那些书就是符咒 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 混烧 那么他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们就先除偶像 除这些邪术的东西 除是把这些东西烧掉 全部拿出来公开烧掉 而且特别是在众人的面前 所以这是公开的 我要信主耶稣 我从今以后 我要过一个新的生活 脱离这种鬼魔的事情 我不再相信 明信这些鬼神 所以十九节是指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那些目道者 那些要信主的人 这是主耶稣的第二个得胜 十八节是已经信主的 也还有这种行为 结果也出来悔改认罪 所以到十九节的时候 无论是信主了的 还是目道者刚刚要信主的 全部都拿出 拿这些咒文 魔鬼的这些东西 拿出来烧 那这里说 他们有价钱 这张符多少钱 那个书多少钱 这个多少钱 算起来有五万块 那不得了 在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五万块 你想好好来 这是非常荣耀神的事 这个也是保罗没有想到的 一个结果是这样 这些都是因为神在动功 圣灵在工作 所以二十节说 主耶稣的道理 就大大兴旺起来 而且得胜 所以我提出 得胜什么 得胜什么 得胜得胜 在得胜什么 对主内信主的人 他们悔改认罪 得胜 对那些目道者 还没有信主 要信主的 破离这种魔鬼的事情 得胜 那么圣经很有趣的 一个结论说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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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样呢 就是这样的得胜 就是这样的 荣耀的真神 这样的行为 就是这样 这样的行为 就是无论是信主的 还是目道者 他们的行为 就是这样 这样的行为 就是神所要的 他们所做的 这两种人 信主的跟未信主的 所做的行为 所行的行为 就是神所要的神迹 对神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一个罪人 一个行邪书的人 有这么多人 要来离开魔鬼 要来敬拜真神 脱离魔鬼 那个是在城来看 是个很大的神迹 神迹就是神所做的功 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想起 耶纳书的神迹是什么 耶纳 很多人都说 耶纳书的神迹 就是那个大鱼吞了耶纳 那个大神迹 那当然是个大神迹 可是再次来看 那不是大神迹 耶纳书真正的神迹 就是全城的人 包括最高的王帝 尼尼尾城的王 到最低层的那些仆人 大家都悔改 向神认错 这才是耶纳书里面 最大的神迹 所以我希望 幼稚圆的老师 在教耶纳书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 教导那些孩子 那个鱼吞耶纳 确实是一个神迹 当然是一个神迹 但是在神来看 那个不是什么 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神来看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神本来就可以 做这种事情 那不是撒撒催而已 在全能的神里面 在祂的能力里面 祂做什么神就都很撒催的 都很简单 很容易的事来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祂来讲 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当神 最惊讶的 最喜欢的 最欢喜的是什么 就是全城的人都悔改 不要说全城 有几个人悔改 主要是说天葬都高兴 何况尼尼为全城的人 那么以护所这件事情 是不是全城的 以护所人呢 或许不是全城 但是也几乎 超过一半的城的人了吧 因为实际上 凡住在以护所的 无论是犹太人 还是西利尼人 外邦人 无论是谁 都既怕了主耶稣 既怕了耶稣的名 所以神真正的得胜 神真正的得胜 所以就是这样 原来就是这样悔改 就是这样脱离魔鬼的 这种邪术 那就是神的得胜 12节我们回到12节 12节这里有非常奇妙的神迹 因为保罗身上的手筋 围巾都能够医治病人 都让病人好起来 很大的神迹 我为什么突然间讲12节呢 我跟你讲 12节的神迹 就是今天所有人需要的 每个世人都要看的神迹 哇 保罗很厉害 哇 耶稣很厉害 一个手筋也可以医治人 一个银子也可以医治人 哇 很大的神迹 都是每个人要的 但是这些神迹 对神来讲 祂不是最高兴的 神最高兴 最荣耀的神迹 就是在18节跟19节 这些才是神要的神迹 12节的神迹 是人要的神迹 看得到病好了 这个好了 那个好了 人要的 那神要的是什么 那就是信主的人 信徒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信主过 还存这么多偶像的东西 在家里 还存这么多 弧咒在自己的家里 还有一些偶像 在自己的心里 现在悔改认罪 承认我 我这样做 也承认 这就是神要的神迹 还有外邦人 行邪书的也悔改 这样大家明白吗 在今天的讲道当中 我们看到两种神迹 一种就是12节的大神迹 那些医病的奇妙的神迹 我在重复 这些都是人要的 人喜欢的 对神来讲 这些神迹没有什么 对神来讲没有什么的 因为他本来就可以做的 神要的神迹 18节 19节 知道吗 神要的才是 我们悔改认罪 然后19节就是 不要了 不再行这些事情 离开这些事情 离开这些罪恶 离开这些魔鬼 这些误会 我来做一个见证 就是有关18节的 已经信主的人 很多来承认 自己所行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 沙巴的传道同工 跟我分享的见证 我已经忘记了一些细节 结果我传信给他 叫他更详细地 写给我 讲给我听 我很清楚地 把它记录下来 但是很奇怪 我这几天 一直找这个 我写下来的见证 我找不到 疑似掉 但是我重新再坐下来写过 如果忘记的只是一些小小的细节 那个不重要 这个见证我给他做一个题目 就是圣灵启示教会 有当灭之物 应该要灭掉的东西 这句话是在耶稣亚记里面的 这个是在耶稣亚记 那么我去年还没有管制令之前 感谢主我有机会再次到沙巴去协助圣工 但我最高兴的是 我那一次的去是进入内陆里面去探访土著教会 山地教会 那是我二十多年前 几乎三十年前我去过 已经二十多年前没有再进入过 因为每次拍我去都是去华人教会 平地教会 看到那些弟兄姐妹很高兴 很感动 但是也开始有一些担忧他们 因为他们现在的那种情形 不像以前二三十年前 这么单纯 这么有信心 已经不是了 而且里面有一些很多 魔鬼的工作 教会里面很多不圣洁的事情 我就讲其中一个见证 有一个信徒 他突然间赴鬼 魔鬼附身 那么注目传道 跟那边的负责人 他们就奉主的名赶鬼 没有想到你赶鬼的时候 第二个信徒又赴鬼 那你赶第二个信徒说 第三个信徒又赴鬼 简单说你越赶鬼 鬼就越多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可能这样的呀 我们是有魔鬼的赶出去 就平安 现在你奉主的名赶鬼 那个又多一个人负鬼 你赶那个又多一个人负鬼 赶鬼越多 越多人负鬼 所以这种情形感 好几天 好多人负鬼 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不正常 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所以 这时的传道人 还醒过来 突然间好像醒过来 这样 那个注目传道 他说不可能这样的呀 为什么会这样呀 赶了几天 他突然就好像明白过来 其实如果是我们 有属灵敏感度的 一开始就觉得不对路了 一赶鬼 越来越多人负鬼 你就已经知道不对路了 不用赶到几天后才知道 就是我们有时 没有这种属灵的敏感度 过了几天 这个传道才跟负责人说 我们不要再赶鬼了 因为越赶越多鬼 我们现在要尽量祷告 求神指示我们 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 现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那他们静止祷告过后呢 也没有动静 神也没有启示 那明天就是安息圣日 传道就说 我们暂时把这些事情放下来 不要你这些鬼了 明天安息日 我们预备心来守安息日 因为这几天都只是被魔鬼玩弄 被赶鬼的事情在忙碌 而且越赶越多鬼 没有平安 完全没有得到造就 大家的信心都 不懂得怎么办好 那安息日传道 在讲道的时候 突然间 圣灵借着这个传道人的口 说出一句 很严厉很严厉的话 这句话是一句审判的话 圣灵说什么呢 教会有不圣洁之物 若不听从 审判就临到 这不是那个传道讲的 是圣灵讲出来的话 传道刚刚讲完这句话 就见到在祭会中的十几个信徒 突然间坐在椅子上 一个一个倒下来 倒下在地上 不省人事 分明不会醒 大家都吓到了 因为还在讲道当中 传道在讲道的时候 突然间讲出这一句话 教会有不圣洁的东西 若不听从 审判就临到 那传道也被这种现象 在讲道中 一个信徒 一个倒 一个倒 传道自己也被吓到了 但接下来 让传道很纳闷的事情 让传道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这些倒下去的信徒 都是六岁到十多岁的孩子 六岁到十几岁的 十二三岁 十四五岁的孩子 最小的是六岁 有十几个不懂是多少个了 因为当时的请问 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算 就几几个信徒倒下去 他们的父母都坐后面 看到自己孩子跌下来 当然你很自然会去扶他 跑到前面来扶他 来关心 对不对 传道在台上看到这些父母的孩子 不是钱来 关心孩子 全部跑出去 跑出教会去 你知道他们跑出去做什么吗 原来这些父母都跑回家里去 看到有奇怪啊 自己的孩子跌倒了 而且昏迷了 怎么不是来关心孩子会回家的呢 不久就看到这些父母一个一个地回来教会 手上拿着东西啊 他们手上拿什么知道吗 他们拿到东西都是行邪术用的工具 行邪术用的那些东西啊 还是一些符咒啊 乱七八糟的东西 原来他们信主过后 把邪术的东西或者符咒 收藏在家里 有一段时间啊 原来他们虽然信主了 跟鬼啊 跟邪灵恶鬼啊 没有完全的断绝关系 还保留收藏鬼的东西啊 他们打到教会来 向神认错悔改 然后在教会的前面 草藏那边啊 把这些东西就在教会前面把它 混烧啊 就像这里说的 就在众人面前叫混烧啊 这些邪术的东西啊 我读这段圣经就想起这个见证 这个见证是去年传道 那边的传道才跟我讲的呀 这是十八节说的 那些信主的人 已经信主了的人 都来承认 来说自己所行的事 他们到底在行什么 做什么 就是刚才的见证啊 信主还把这个邪术的东西 收在家里啊 行这些事情啊 做这些事情啊 但是十八节是他们自己 自动地来认罪悔改的 我讲的见证是 圣灵责备了 神在审判了 他们才情愿拿出来 才甘愿拿出来 这里十八节不是的 看到这个神迹啊 那个富贵的那些情形啊 他们自己怕 自己自动来承认了 自己自动地来悔改 那我的见证还没有讲完哦 承认罪过后呢 这些孩子奇妙地 一个一个醒过来 自动地醒过来 那有两个家庭的父母 不愿意把这些邪术的东西 拿出来 不愿意 他也不承认 他有这些东西 可是旁边的信徒 知道认识他的家 认识这些人啊 他说你就是有啊 他们就住个壁的 怎么不认识 可是他不承认啊 各天早上 有人经过这两个信徒的家庭 经过他们的家 看到他们的孩子 两个家庭嘛 他孩子掉紧掉死啊 他父母亲都还不知道 很早经过他家里的人啊 看到孩子怎么掉在那个屋子那边 那个有脚的家 有脚的啊 掉在那边啊 掉死啊 两个家庭 结果检查一下 这两个家庭就是不承认的 不愿意拿这些邪术东西出来的 就是这两个信徒的家庭 这太可怕了 这应验圣灵 借着传道的口所说的 若不听从 审判就临到 你看 神口里所出的话 必定应愿 不是开玩笑 从神手里 神说出来的话 从神来的话 一定应愿的 那也证明 传道在台上讲的那些话 是神的话 是圣灵说的话 如果是传道自己讲的 自己的意思 是没有功效的 这个见证 再次让我们看到 再次让我们深圳的认识 神讲的话 不要开玩笑 神讲的话 一定会应愿的 但是今天谁怕神的话 讲到多少圣经的话 圣经的警告 谁怕呀 我还是做我的事情 没有人怕神的话 没有人害怕 我还 那后来这两个父母呢 他不单止不悔改 他还把事情闹得很大很大 他告我们的教会 告我们的传道 来闹 来乱 要告我们的教会 告我们的传道 说害死他的孩子 他就鼓动了那些村民 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不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 鼓动他们来乱 要告政府 要告警察局 我们教会没有做什么呀 所以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两个家庭 这么大的神迹 这么可怕的管教 这么大的审判 还不怕神 还要来告教会 告传道 告主耶稣 这个事情闹了很多天 很大件事 因为死了两个孩子 死了两个人 后来教会 进室祷告 才让这件事情 平静下来 你从这个见证 你听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的吗 有些信徒 不怕神的 审判都已经领到了 明明的看到审判 都在他的家里 在他孩子上 你还是不怕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 信了主耶稣 怎么家里 还有邪书的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 信耶稣的呀 第二个问题是 虽然他们信了耶稣 所以以后你再读到 这个十八节的时候 这个使徒行传 十九章十八节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白 很深的印象 这里在讲什么 原来当时的人 信的主 还是没有完全的 除偶像的 心里还有很多偶像 家里还有很多 行邪术的东西 我拿出来 拿出来 回改认税 但是这里讲的是 两千年的事情 一千九百多年的事 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我们 七年的事情 我们现在 真耶稣教会的事情 就是这几年的事 所以这次我去 三地教会去寻慕 我心里有很多感触 也替他们担忧 因为他们以前的单纯 信心都渐渐地消失 渐渐地走样了 因为他们终于 失败了 他们的信心 和信心 当然那些 很纯洁的 很爱主的 很单纯的 还是有的 感谢主 还是神保守的 当然 我们来看一句话 这些圣灵说 教会有当灭的物 就是说 不可以存留的东西 不可以存在的东西 请看这个 耶稣纪的第七章 耶稣纪第七章 我们读十节到十二节 我们读十节到十二节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故事的内容 攻打爱城 小小的一个城 战败了 更大更强的 伊利哥城 更强的军队 以色列都打败了 但是小小的一个城 是没有办法打下去 不单只没有办法 打下去 甚至 以色人还失败 被杀 怎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第十节 耶稣就祷告 附在地上 向神祷告 神怎么搞的呀 发生什么事呀 神就叫耶稣说 起来啦 还祷告什么呢 起来啦 以色列人犯罪了啦 什么祷告祷告 他们犯罪了啦 他们犯什么罪呢 他们违背了 我所说的话 他们起了当面的物 不应该存留的 不应该拿的 他们拿起来收藏 又把这些当面的物 放在他们的家具里 他们的家庭里面 十二节 所以因为这样 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 站立不住咯 这就是圣经上 很有名的 起了当面的物 不应该拿的 不应该藏起来的东西 我们看耶稣亚基 那是几千年 更久以前的事 那看这个 使徒寻断 那是更靠近我们的时间 但刚才的见证 就是这一两年的事情 都有人把不应该 收藏的东西 收起来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要圣洁 不应该藏的 不应该拿的 真的要全部清楚 不要说舍不得 流起来 特别这些 交鬼的事情 迷信的东西 我想 不用再讲下去 因为讲不完 现在只剩下十分钟 也是这个土著教会的 也是我在寻慕的时候 那个负责人 亲自跟我讲 他说 传道 我做了一个 很奇怪的梦 他说 他梦到教会 周围 都有那些野狗 围住那个教会 一直在浅 野狗一直在浅 那个教会 后后一直在浅 那个教会 野狗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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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梦到教会 周围都有那些野狗 因为山地教会 圣灵的教会 都是高高的 高脚步 很高的 楼上还是寻慕的 突然间 他看到这些狗 有几条 从跑到楼上去 跳到楼上去 一到楼上的时候 楼上就是我们寻慕的地方 一到教会寻慕的时候 这些狗就变了 变成什么 他的头是狗的头 身体是人的身体 手啊脚啊 是人的身体 但是头呢 是狗的头 这些野狗 这些凶恶的狗 进教会做什么 他这个狗手上拿着刀 去杀那些信徒 去伤害那些信徒 那我问很清楚 那些信徒 什么信徒被他伤害呢 他说那些信徒都是穿黑衣的 我说你有搞错吗 信徒怎么可能穿黑衣呢 我们信徒了都应该是穿什么衣啊 我们是穿白衣的 起书路圣经也说我们是穿白衣的 怎么是跑去穿黑衣啊 他有一些的衣服已经烂了 臭啊 破烂了 有一些不是很黑 但是已经灰色的 不是白色 已经灰色的 好多信徒的衣服都破洞的 那我问他 那到底有多少人啊 都穿黑衣的 他说传到很多啊 我说你有看错吗 我没有看错 我很清楚啊 穿白衣的 还看着见白衣的 没有几个而已啊 他几个人而已啊 百衣的 我的天啊 大部分信徒都不圣洁啊 大部分啊 超过一半以上的信徒不圣洁啊 起书路也有讲啊 你们自己找哪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只剩下几个人穿白衣罢了 全部都是不圣洁 只有几个穿白衣的 只有几个罢了 这是个很严重神的警告 神的启示 教会不圣洁 大部分的信徒都不圣洁 所以他们随时被这个魔鬼 这个邪恶的魔鬼 来伤害 来吞噬 来伤害他们 那我就想起 这些狗是什么 请看圣经启示录22章 我们来看这个 14节跟15节 14节说那些洗干净自己衣服的 虽然有一些肮脏 但是他们洗干净了 洗干净就白了 他们有权柄到生命树那边 他们也有这种权柄 从门进城 注意看15节 可是城外 神国的外面 教会外面 有那些浅类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说谎的 这些人 起诉说这些都是浅类 狗 狗类 所以你看到那个狗野狗 那是指什么 这些拜偶像的 行邪术的 淫乱的 杀人的 受谎的 乱七八糟的 就是那个狗 狗头 人 人 但是是狗来的 所以 the dogs the stray dogs were these people the sorcerers fornicators murderers idolachers and those who practice falsehood 我感谢神 每一次到任何国家 到哪里去 去帮助圣工 主耶稣都给我 很多的体验 给我很多的警告 I thank God that wherever I go to preach the gospel I will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s 就是要传道 讲道的时候 要认真的 来教导信徒 警告信徒 甚至责备信徒 so that in my sermons I can remind the members and speak very sternly and even rebuke them 不然主耶稣给我 体验这么多 干什么 给我看这么多 意象干什么 跟我面对面 见魔鬼这么多 是干什么 都是有主耶稣的意思 what is the point of the lord jesus giving me such experiences and experiences with level 4 难道是给我 一种 看爽吗 很得意吗 就是这样子吗 is it just for fun 所以说到底 到底要我在牧养上 做什么呀 so what does the lord jesus want me to do in my work of pastoring 看到这些情况 听到这些见证 看到就会不圣洁 看到魔鬼 怎样伤害信徒 那就是要传道 来提醒 传道来警告呀 when I hear of such testimonies when I see such things is for me to remind the members 所以请你们体谅一下 传道有时为什么讲到 这么需要这样的情形 所谓的严厉啦 你们所谓的责备啦 因为有这样的需要呀 so please understand why I might be I might be a little stern in my sermons because there is this need 但是很可惜 but very unfortunate 往往这些 这些应当被责备的信徒 不圣洁信徒 都没有来教会 都不在现场 those who that should be rebuked are not in church 很多来教会的 很热情的 都是圣洁的 常常被传道骂的 那些真正要被责备的没有来 他都没有来 你骂他 骂不到他呀 those who are supposed to be rebuked are not in church 所以说传道你骂 有什么用 他们都不在这里 有用 所以讲没有用 感谢主 你们现在还圣洁 没有犯罪 没有跌倒 因为常常有这些道理 勉励你们 常常有这些道理 在警告你们 提醒你们 知道吗 所以不要以为说 我都没有做这种事 这个道理我不需要 就是因为有这些道理 所以你才没有做这种事 难道不是吗 所以这些道理是提醒你们的 提醒大家的 不只是说提醒那些犯罪的人 犯罪的有时也不用提醒了 老实讲 他们都犯罪了的 也不来教会了的 所以这些道理 圣洁道是讲给我们听的 知道吗 但是我们搞错了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因为他们都没有来 你在骂什么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后来我们看启示录 越来越明白 到后来的时候 圣灵都向七教会说话 圣灵 你最后看到最后的时候 最后那几间教会 圣灵只对那些 有耳朵的信徒讲的 圣灵讲的话 只给他们听而已 其他没有耳朵的 没有属灵耳朵的 那些不听神道理的 圣灵已经不跟他们讲话了 因为圣灵的话 神话这么宝贵 这么重要 只给那些要听的人 所以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讲 你不要再这样 他们都没有来 就是讲给你听的 为什么要讲给你听 因为你还有耳朵 还有属灵的耳朵 你要听神的话 因为你还要听神的话 所以就讲给你听 你们可以回家有时间 祷告 来看那个七教会圣灵讲的话 你注意看最后那几间 只给那些有耳朵的人 感谢主 我们今天在以护所的战场上 我们看到这种情形 教会的得胜 主耶稣的得胜 福音的得胜 无论是信主的 还是还未信主的 都来承认他们的罪 一切荣耀归给主 来唱诗286首 来唱诗286首 欢迎订阅